随着马来西亚新冠病毒疫情的趋缓 新马寺在睽違了两年之后 再一次荣重的举办魏赛节庆典 现场是涌入了三万人一起共襄圣旨 国光山新马寺日前举办魏赛节庆典 迎来大批信众人潮 周边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点灯 御佛 祈福 还有盛大的园游会活动 大家开心前来庆祝因为疫情 时隔两年再度举办的魏赛节 约别了两年的这个疫情 那今年来其实我们一直在宣导 就是自我保护 然后要自己先做一个防备 如果也不舒服 你们就在家里 我们一样的可以为大家祝福 那我身边 我后面的这个呢 就是为大家点灯 我看我今天的这个生化 我觉得是搞不好是比过去更好更热闹 那因为大家两年没有庆祝了 两年没有庆祝这个魏赛节 我们说憋了两年 那今年真的是这一个说 大家都觉得是时候可以踏出户外 尤其是跟这个宗教呢 或者跟导师们呢 做一个清静的这一个互动 除了祈福活动与原游会外 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 更设立了佛光会历史走廊 以及佛光艺文科技走廊 展示30年来南马协会的成长与发展 一连串活动也让大家迎来疫情后的全新生活 人间卫视马来西亚新山综合报导